去遵守 他就不会为所欲为放纵自己 我们看在机场上 常常看到一些孩子 想大叫就大叫 想去搞破坏就搞破坏 然后那个父母在旁边 都不觉得怎么样 就不懂得在这些地方 教育孩子 我在家 在我们这一代我是长孙 我是独子就是长孙 而且还是长真孙 所以等于是说 在家族的地位还不错 还可以 我是很有条件的做败家子 可是为什么没做呢 我现在想起来感激太多人 第一个感激中华文化 圣中最远 所以我们就有对家族的使命 因为我年纪很小 三四岁的时候 去扫墓 曾祖父 曾祖母的墓 去扫墓 结果跪下去 头一抬起来 看到我的名字在第一个位置 我突然深呼吸 觉得走路的姿势 姿势都要不一样 为什么 你排在第一个啊 你要有样子啊 所以我虽然是 在家是弟弟 可是我后面有五个堂弟 所以我从小也是被叫哥 所以这个 为什么说长子长孙看重 因为他在整个家庭的氛围 就要有责任 再来是我的爷爷奶奶不宠我 还有我母亲不宠我 都是要有这些条件啊 不然我们就很困难 不养成这些坏的习惯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想要买一个东西 其实那东西不一定需要 小朋友买玩具 玩几下 要买新的 就在那里 给我妈吵 吵吵吵吵 我妈什么反应都没有 继续看她的书 连看我都不看我 可能是我母亲 以前看过三国演义 观光看春秋 动都不动了 结果我看我这么 在那吵都没用了 这个时候不使出一些 绝招的 绝招的 不行了 我就开始在地上滚啊 在那哭啊 滚滚滚滚 结果滚了十几分钟 我妈妈连洞都没有用 继续看她的水 那个要有定力的 结果十几分钟之后呢 我突然开悟了 冬天的地啊 还是挺凉的 再来呢 其实打滚也蛮累的 还是起来休息一下 结果一爬起来啊 我妈还是不动 继续看她的水 你不要孩子站起来了 你还看她一下 怎么样 就是不答应你 你还给她回这一句话呢 这个孩子心里想 好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分钟 我再去想办法 跟你拼 是吧 所以这个母亲 一点都不回应 但我们这个 当儿子就觉得 自讨没去 所以 既然这么累都没有用了 就乖乖的 该怎么干 还怎么干 人又不是吃饱 趁着每天在那 没事干 在那翻来不去 所以这个是 只要是错误的 这个原则 绝对守住 孩子以后啊 就不会造次 不会乱胡闹了 他不会用胡闹的方式 去威胁父母 他以后也不会 这样去对待别人 所以这个女孩子都 假如对待先生 鼓脚蛮惨 一哭二闹 三上吊 根源在哪儿 可能根源 就是小时候 就是用这种手段 在给父母 威胁 所以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哎呀 这个女儿脾气这么大 赶快把她嫁掉了 这么做是很没有职业道德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要把女儿交好之后啊 再把她嫁出去 不然会伤阴的 所以 现在呢 不是急着要结婚 这个没有好的德行啊 不要再去伤害任何人 所以现在不是急着要找 要娶太太 要嫁先生 首先呢 先把德行培养好 所以要先学弟子规 是吧 尤其女孩子学的弟子规 还可以用弟子规 找到好的对象 不然现在 看人不容易 你光听他讲话 现在人口才都很好 我讲的心里有点发虚 告诉大家 我是在台上的时候 有祖宗保佑 口才好一点 我下了台 口才是不好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学校教书啊 刚好代课的时候 我教十班 对面呢 是十一班 也是代课的老师 是一位女老师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们俩是双翔炮 为什么呢 我这边骂完学生 换他那一遍 我就砰砰砰 挺有默契的 结果我看他呢 年龄比我小 也不是当过正式老师 所以经验也比较不足 面对那六年级的大男生 都比他高一个头 我就觉得他压力挺大的 我就常常过去鼓励他 你们不要担心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都是先观察好 这个客观条件 人不要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都是先跟他打好 不是 就是都要先跟他的男朋友 有一个认识互懂 不要脑害众生 是不 不然你无形当中 不知道多少人很痛苦 自己不知道 然后呢 我常去跟他鼓励 把一些经验跟他交流 结果后来学习结束了 因为我在那个班 只有四个多月 这个班又是 又有四大天王 那个都是在学校 都挺有名气的 我是紧迫盯人 不敢松懈 这么短的时间 得要好好守住这个孩子 跟他们的这一段缘分 所以我基本上 连办公室都没有去 都在教室里 连上其他客人课 我都得正在那里 怕这个小孩子 翻了天不行的 结果后来去吃饭 因为孩子已经毕业送出去了 我们整个年级的老师 一起吃饭 结果旁边刚好有一个老师 他知道我是跟师长学习的 然后他就对我讲 李旭 你这个话很少 真的有把你师长的话听进去 大家觉得我话很少 结果他这句话才讲完了 旁边我那个女同事马上说 他话可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考验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 我常常过去鼓励他 结果他回来是说 我话很多 所以这一句人不知而不运 什么时候才叫道家 就是你全心全意为他着想 他还不感谢 甚至于他还骂你 他还毁骂你 他还侮辱你 你还能一如往常一样真心去照顾他 关心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心 所以我们假如觉得有委屈 好好地再把这一句提起来 念一念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 人不知而运 不亦小人乎 所以这个君子跟小人 在这个一念之间而已 好 所以这个讲 刚刚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说 己所不欲 应该先把自己的德行提升 能够去造福他人 能够去把一个家庭经营好 首先还是德 而女子呢 现在观察 找对象 用经典去交往 特别好 是吧 你就赶紧把地址规计绍给他 然后他一看 哎呀 都什么时代了 看这个干什么 那你就马上逃过一劫 是吧 连圣人的经典都不学的人 那绝对没有智慧 假如他说 哦 这个书太好了 就是人就是要有德 那这样你跟不跟他交往 还要再观察了 现在讲表面话的人太多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还得观察 等到他说 哎呀 你看 这些经典 这些经典呢 主事代人接物啊 都能够提醒到 那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 这个人学的东西是 他是会落实在他的生活工作的 这样子呢 还不够保险 最好呢 到他们家去打听一下 叫娶妻要看丈母娘 买牛要买尾巴茶 是吧 这都是经验啊 娶妻要看丈母娘 就是看他家教怎么样 你要找对象 要嫁先生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他的家教如何 以前的人都懂啊 现在的人太冲动了 以前不是看父母啊 祖宗八代的资料要掉出来 是不 孔子的外公不就是这样吗 他祖宗的资料都掉出来了 姬善之家 必有余亲 好 除了这个恩威病失之外 第三 我们要卑制双运 而 这个卑制当中啊 其实对孩子 父母很自然的 只有一种 亲情的爱 但呢 缺乏 一种理智 这个时候啊 爱他 不遵循理智 不遵循道理 很可能变成害他 这个 亲情之间啊 没有用智慧啊 不只害了孩子 有可能 还 害了身边这些 亲人 比方说 夫妻恩爱 要表现在呢 成就彼此的德行上面 你不能夫妻恩爱呢 变成他很 挂心 很贪着 这种情感 最后越来越执着 执着到呢 一刻都不能离开你 请问 这是不是好 很好的去爱对方 不是啊 让对方越来越执着的 这不是爱的 要让对方越来越有德行 越来越有智慧 这个才是爱的 所以在台湾曾经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一对夫妻很好 一般人看很好 你龙我龙 结果先生意外去世了 过没有多久啊 这个太太 因为没有办法忍受 没有先生的日子 最后自杀死了 那请问大家 他的先生爱不爱他 爱不爱 爱啊 但是没有做 先生对他的爱 造成太太坚固的情职 而大家要了解 人生有一个真相 人生是无常的 请问大家 人的寿命有多长 平均寿命七十几岁 可是问题 那叫平均寿命 那不是每个人的命 所以 生命应该是在呼吸之间 我们明白到 生命 它是随时会有无常出现的时候 那人与人呢 会珍惜每一刻 每一天 去利益 去成就对方 比方说当父母的人 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 会不会无常到来 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 让孩子早一天 不用依赖我们 他可以独立思考 独立生活 这样的心境去教自己的孩子 很小就懂事了 就有担当了 可是很多妈妈 很喜欢听一句话 比方说 出去三五天没有回来 一进门 这些孩子 妈 没有你 我都活不良了 妈妈听了高不高兴 哇 真高兴啊 赶快再去做好吃的 那妈妈这个爱 不就形成孩子的 依赖了吗 所以真的看得远 那个爱是考虑到 没有我的时候 他也能过得很好 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去爱他 怎么样去跟他互动 要这么去思考 不然像刚刚那一对夫妻 他先生对他的那种情爱 造成了他往后自杀的根源 为什么 以前的苦 以前的乐变成什么 变成苦 求不得了就变苦了 好 而这个 悲至双运当中 首先呢 我们要抓到教育的根本 教育的根本 掌善救失 而这个掌善当中 这个善 最重要的就是善心 就是这一颗心 就他的故事 好 而 这个掌善心呢 就让我们了解到 成就孩子的 这一颗善心 才是教育 最重要的根本 跟目的 因为父母老师 假如没有认知到这一点 他可能会觉得 孩子身体长大 孩子成绩不错 都是看到表面而有 没有看到 他心地的发展如何 我们挑几个社会现象 来思考 比方 请问大家 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 跳楼自杀的 成绩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听过 哪一个放牛班的孩子 因为成绩 跳楼自杀 你一个都没有 是啊 甚至于 那一些研究生 博士生 跳楼自杀以后 听到这个消息 他的父母还搞不清楚 怎么会是我儿子 怎么会是我女儿 请问大家 一个人要做这样的行为 以前 有没有征兆 有啊 为什么最轻的父母身边的人 看不到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 什么占住了我们 本有的 母子 连心的天性 你说小的时候 那个孩子 一有什么状况 父母马上可以感觉得到 所以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一个小偷 光天化日之下 到了一个大家族 大家族 去偷 去偷金子 他也挺有天分的 好像能够感觉到 金子放在哪 真的去给人家偷 拿到金子 很高兴 就要走了 可是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个大家族 这么多口人 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然后呢 把他拉到衙门去 这个现太爷 就很 不能理解 他说 这大白天 你去偷人家的金子 你难道没有看到 旁边有很多人吗 结果这个小偷说 有吗 有人吗 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 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大家细细去感受 欲令自明 历令自昏 人集集于名利 集集于某种追求的时候 他整个精神 统统被他给控制住 其他的感受能力 会越来越弱 所以这个欲啊 很厉害啊 你比方说虚荣心上来 只希望孩子成绩给我好 给我得奖 到底孩子痛不痛苦啊 顾不上来 真的哦 我们不能体恤到身边人的心啊 一定是我们的虚荣心越来越重 因为柔软的心 感同身受的心是本有的 怎么现在不能用出来 它有障碍 包含夫妻相处也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虚荣心起来 那常常 哎呀 你穿着衣服 让我很没面子 就开始先生可能拿着太太 去跟人家比来比去的 也感受不到 太太也在这种情况 也是很难过的 你说哎 你看人家身材这么苗条 你赶快去减肥吧 你看人家都是双眼皮 你赶快去割双眼皮吧 不断的去要求 另一半虚荣心在做谁 那太太就很累了 假如太太常常拿先生去跟人家比 人家都赚多少钱了 你才赚这一点点 人家都买房了 真的就是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而且他是那个领域啊 顶尖的哦 但顶尖的不代表赚很多钱 结果太太就每天在那里唠叨 你看人家又赚多少了 你还在这里干吗 结果他的先生最后受不了 跳楼自杀 太太有没有感觉先生这么痛 感觉不到 为什么 被虚荣心葬住了 这个东西害死人了 今天我们能够保持那一份耐心跟爱心 迟早人的潜力会发挥出来的 不要去比较 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整个成长发展 它是不同的吗 所以要坚信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一个态度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刚刚跟大家举到的 不能只看到一个人 他的成绩越来越好 成绩很稳定 还要看到他的内心 是什么样的状态 为什么这么分析呢 假如一个人从小的成绩 通通都是名列前茅 其实这样的人 很可能得失心是非常重 他输不起啊 所以父母老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 都要去引导他的心态 成绩好了 不能对人骄傲 成绩不好了 不要自暴自欺 不要气馁 要见人善及时起 成绩好了 不要嫉妒别人 也不要觉得自己高别人低 要懂得去付出去帮人 极有能物质失 假如老师家长 没有这些心理的引导 那在这种 这么重视成绩的社会风气 坦白讲 所有的孩子全病了 成绩好的傲慢 成绩不好的自堪堕落 全部都生病了 然后在这个成绩当中 患得患失啊 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教育的目标 是让孩子是健康的人格啊 而不是只有看到那个成绩啊 请问大家 哪一个成功人士说 我今天成功就是因为 小学三年级我的数学考了98分 有没有 这人生啊 什么是根本 孰轻孰重啊 是这一个健康的人格 这种 他在成绩当中都懂得自我反省 懂得学人之常 他一定有出息的啦 不用担心啦 所以一直逼到最后 一定是欲数则不达 见小力则大势不成 什么是小力 眼前的分数就是小力 没有顾及到孩子的心灵 是不是健康正确的成长 所以我常常看到那个 大学联考考完啊 那个高中毕业生 从三楼从四楼啊 就把书包课本 丢下来 砰 记者也没学地址 竟照这些镜头 这些镜头不要照了 可是我们当老师的 比较敏感啦 每一个动作的背后呢 我们在想 孩子是什么心理状况 他对读书厌恶成那个样子 请问他考上大学了 人生一帆风顺了吗 考上大学正是他最需要学习的时候 结果他已经对学习 这么样的厌恶了 那他以后能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么多大学生去读大学 这四年都是玩 他们有一个说法叫University 叫有你玩四年 是啊 他的心坏了 那一些曾经拿到的奖状 奖杯 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而且 我们还要想到呢 孩子不是拿了个大学毕业生的证书而已 请问 他的人格能不能事业有成 他的心灵能不能组织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 悲智双运呢 这个智慧要看根本呢 要看得很深远 所以我们冷静地去观察一个现象 这一代的孩子读书要逼啊逼啊 上一代的孩子不用逼啊 上一代的孩子不止读书不用逼啊 以后他工作 以后他 组织家庭不用让父母操心 而现在的状况是读书操心到工作 工作操心到 以后组织家庭都提心吊胆 我们忽略了最根本的 就是这一颗责任心 这一颗孝心 这一颗善心 这个才是根本 他是学习的根本动力 他也是一个人 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的根本动力 有责任心的 他的工作跟家庭 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从这里 感觉到 经典学技讲的 掌善救师 很高的智慧啊 一句话就把教育的根找到 教育孩子 教育学生 还有教育我们的员工啊 都要从这个根本开始 好 那今天早上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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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上唱歌挺好 振奋精神 唱错了呢 别人唱错了 没关系 自己唱错了 有关系 别人唱错了 没关系 叫欢迎戴人 自己唱错了 有关系 叫那个时候唱不够专心 不够精准 所以时时我们守住这个人生的XY走坐标 叫言以律己 宽以待 而一个人能扛大刃 他这个胸襟 他这个做事的能力 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那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培养 甚至于是从小处就开始培养 人在大事上谨慎 人在大事上谨慎 在小事上不谨慎 有没有这个逻辑 有没有这个逻辑啊 所以清天白日的气节 自暗示屋漏中培来 玄前转坤 之经轮 自临身 吕伯处得力 所以一个人的修养 一个人谨慎的态度 往往是没人在的时候培养出来 不然他学的学问 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功夫 所以有一位企业的领导者 他就讲了 他说上班下班一个样 白天晚上一个样 领导在领导不在一个样 这个言语很朴实啊 讲得很到位 都是啊 时时刻刻呢 沉于中 行于外 所以我们言语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严谨 谨慎 但是就不容易啊 讲错话 有时候在很重要的场合啊 讲错一句话 可能把以前的努力 都全功尽弃 好 所以这个 人的修养处啊 往往都在细处下手 都在人不注意的地方啊 我们能够谨慎注意到 才能够啊 才能够啊 真正像四千五百年讲的 言忠信 行赌敬 行为都非常的 堵实 诚恳 好 昨天 昨天 听王教授给我们 分享到 女德的部分 还有 王教授在新疆啊 推展传统文化 他们宝贵的经验 在整个 王教授分享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想到 有一篇 我们 中国的教育哲学 《礼记学记》 里面有一段话说到 善歌者使人记其声 会唱歌的人啊 唱着歌曲 人家就不由自主的跟着他唱 他的歌声啊 可以感染人 善教者使人记其志 善于教学的人 他的整个风范呢 会吸引人 希望能效法学习他 也从事于教育的工作 因为 我接触呢 一些小学的老师 他们很用心在教育学生 而发现啊 这个有爱心的老师啊 他教出来的小孩啊 以后当小学老师的比例 挺高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 你们都没观察到 这么凄惨吗 好 因为这个老师的爱心呢 会感动这些学生 以他为榜样 所以说善教者使人记其志 而这样的老师啊 而这样的老师啊 他其言也 他的言语呢 曰而答 威而张 喊辟而喻 这一段就提到善于教学的人啊 他在引导学生的时候呢 他是言语啊很简约 不会很啰嗦 就能把道理讲清楚 这个答就是讲明白 曰而答 因为我们假如讲得很陵长很啰嗦 又讲不明白啊 一般人听了呢 他会没耐性听不下去 曰而答 我们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人家不耐反了 首先不能指责别人没有善根 首先反思自己呢 有没有掌握这个讲话的一个态度 一个方式 这个很重要 曰而答 威而张 这个威呢就是很能深入道理 这个张呢就是能够啊 把他这个道理彰显得很好 而喊辟而喻啊 是指喊辟就是用很少的辟欲 就能把道理给大家体会得到 这个欲就是明白 喊辟而欲 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流星 昨天我们王教授提了很多辟欲 其实那份存心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 比方说 在家重复 出嫁重复 夫 死 虫子 王教授举了一个例子 他们 新疆 你比方要到一个 观光区啊 坐车可能要坐很久 几十个小时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吧 可能沿路上还是一些沙漠 什么人都没有吧 这个时候你不好好听 这个司机的啊 到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 所以呢 要听这个司机的 并不是说他的人格比你高 他的地位比你高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他要为所有的乘客负责任 这个就彰显了 司机是有责任的 相同的也彰显了 为人父母是有责任的 为人丈夫是有责任的 为人子女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在家重复 就是父母有责任把女儿叫好 出嫁重复 就代表夫妻在一起了 夫妻同体了 但总不能两个人唱的调不一样 一个要往东 一个往西 那请问这个家会怎么样 就无所适从啊 两个人意见不同啊 小孩也不知道要听谁的 那这个就不妥当了 就在团体在家庭当中啊 一定要有人说得算 团体当中有君臣关系啊 那领导者他发号决策 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发号决策 那这个团体到底会走向哪里去 所以家如是团体皆如是 所以家庭当中呢 要主办圆容 主要的决策 谁下决定 这个是主 其他的是办 办就是可以给予充分的意见 但是总要有人呢 下决定 好 那下决定呢 不是很过瘾 下决定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一个人从小啊 他就被引导 教育成一个非常有道义 的人生态度 所以有道义的人生态度 他得要对自己所下的决定 负完全的责任 而他又对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孩子都有道义 他是战战兢兢啊 去带领这一个家庭 而不是说 嗯 我说了算 挺痛快的 所以我们得从啊 这几千年来 人们他的心境去领会 有道义的人 他是很怕人家相信他的 人家相信他的 他不愿意对不起别人 对他的信任 为人丈夫如此 为人领导 亦如此 好 所以 这个时代啊 我们常说 是非经过不知难 没有当过领导的人呢 要批评领导很轻松 真正自己当过了 可能就不会这么批评 这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呢 要批评结婚的人很容易啊 真正自己结婚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来的时候 他自己还有没有那种耐性 还有没有那种承担 都很难讲 好 那所以诸位学长 你们喜不喜欢你说的算 喜欢啊 好 这个我们高学长呢 昨天听懂了王教授一句话 叫做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是吧 哦 这个高学长喜欢呢 承担责任 无私无我 乐在其中 所以 承担责任呢 事实上是不轻松的 我从我自己父亲 几十年来 对家的付出 可以深深感觉到 这个男人 一个家庭啊 扛在他肩上 他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好 所以诸位女同胞 你们家你说的算好不好 好 而且啊 这个男女的特质 确实不同 所以为什么说 男有分 女有归 这个男人 你每天叫他刺绣 每天叫他煮饭 他那个男子气概 好像不容易出得来 他的属性啊 这种阳刚 怎么样让他这种阳刚之气 能够充分去发挥 这叫道法自然 你说女子 她现在呢 在政治上 在事业上呢 要跟男人比个高下 说实在话 您见过哪个女强人 非常happy的 来您 诸位学长 您见过哪个在商场上刺刹风云 呼呼 还可以唤语的 然后他说我实在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人 有没有 是吧 我们这个时代 谁都是白老鼠 很多思想 混乱 我们也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 然后就听了 然后就去做了 听的那些道理呢 不是很妥当的 所以我们做下去以后呢 也会痛苦 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道法自然 女友规 这个规字呢 也显露出 女子的特质当中呢 她的情感还是比较 需要有个依靠 可能我讲到这里 底下有女子不大同意 我可以不用靠 谁不用靠 你生出来不用靠父母啊 好 假如您觉得您不用靠男人 那很好 那您这一辈子呢 就可以一心一意 完全为整个民族社会 哇 很好啊 我也随喜功德 为什么呢 就好像我认识一位女老师 她今年教书四十多年了 教学生是要非常用心专注 今天要教这么多孩子 还要照顾家庭 容不容易 太困难了 所以这一位女老师呢 她是真正全心全意教孩子呢 没时间结婚了 这是她的选择啊 可是不能选择结了婚之后呢 又去工作 然后家里又照顾不了 那这个就有负面影响出来 而且家里照顾不好啊 她的负面影响呢 使这个时代的人类下一代毁了 谁能负这个责任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这不是开玩笑的 有人就说话了 我工作很稳啊 我工作很稳啊 我的孩子也教得不错啊 那是你啊 不是其他的人啊 是不是 整个世界不能只看你一个人的感受 来决定该怎么做啊 摆在面前的是什么 是下一代现在乱七八糟啊 不是只有你儿子好啊 你要看到全局啊 以前的人懂啊 随时都顾及整个家族 整个社会民族 以前的人都有这个概念 现在的人自我太重了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所以曾经有一次 刚好我们在谈孝道 谈到啊 要引导 启发孩子的孝心 要让他们呢 能够懂得知恩报恩 老的时候啊 一定要养 要照顾 孝敬自己的父母 结果有一个女士举手来 她说我不用孩子照顾 我有养老经 我有退休经 好 作为学长 她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哦 你们还点头哦 有道理哦 谁家的道理 经典里面哪一句 写到这个道理 就感觉啊 人就只想我好不好 她有没有去想过 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 好 我有退休经 请问其他的老人 有没有退休经 但是大家再去细细想想 有退休经叫社会福利哦 请问大家 现在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 出现什么状况 冰倒倒闭了哦 这个国家破产哦 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 现在都 岌岌可危哦 这些都是社会福利最好的地方哦 福利真能解决问题吗 人的福报的根源在这一颗心地啊 一个人觉得奉养父母也不是我的事 是国家的事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人还会有福报啊 连父母都不会感恩的人 就想着国家有这么好的福利了 他还会有福报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从心地上 不从根本上去看到事情 反而都觉得挺好的 都有钱可以花呢 又不用担心呢 没问题了 你看国家破产 拿谁的钱来花 下一代子孙 下两代子孙 甚至花到第三代的都有 谁带头的 American 这个美国要富的因果很大 整个饮食文化 整个人的思想观念 他们误导的太严重了 包兰好莱坞电影 今天认识 今天晚上就发生关系 哎呀 年轻人不懂啊 看的哇好美哦 那个叫以人行畜生的事情啊 还美 我们懂不懂得判断 所以 第一个 社会福利 它也是从老百姓的钱出来的 接受福利的人 有没有感恩 还是视为理所当然 一个人觉得得到的福是理所当然 他已经快没福了 福就耗得很快了 而且我们再细细去分析啊 今天 我们叫孩子 不用养我们了 我们自己有退休金 那是让孩子不用来进这一份孝道 这不是在让孝道不能传承下去了 那谁来负这个因果责任 所以诸位学长 我们有没有去跟人家讲过 哎呀以后老了也不要指望孩子养了啦 靠自己 就好了啦 我们有没有跟别人讲过这样的话 这个话不能乱讲 你再鼓励不要孝顺 所以一言新帮一言上帮 言语不谨慎 不考虑到流弊 每天在造业我们自己不知道 再来这一位女士讲 社会福利啊 我有退休金就好了 不用孩子照顾 请问退休金是谁的钱 不就是纳税人脚的钱啊 是不 好 现在这些孩子你不叫他孝顺 不叫他尊重老人 以后他长大了喔 他要纳税喔 他要决定喔 国家这些钱花到哪里去 而我们都没叫他孝顺 没叫他尊重老人 请问这些社会福利以后会不会减少 会不会被砍掉 会被谁砍掉 会被下一代你没叫他知恩报恩 没叫他孝顺的人砍掉 是啊 所以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身而论天象 所以老子中讲的五轮关系 这是自然的法则 不是说谁发明的 这都是纵观整个 人的特质 还有整个社会的影响 总结下来几千年不变的真相啊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家庭 我们就要把家庭照顾好 不然就不要结婚 我结了婚之后家庭没有照顾好 然后说我底下员工几百人啊 我还是对社会很有贡献的 第一个流弊太大 女人都不把孩子养育好了 家庭照顾好了 这个社会一定乱 当社会乱的时候 请问我们 几百个员工几千个员工 有什么意义呢 那还是光彩嘛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类所面临的 就是要走向灭亡 假如再不醒过来 当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是灭亡 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些光荣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下一代回来 世界一定是完蛋的 而且事实上 假如我们的家庭没有照顾好 我们的事业看起来很不错 绝对是福报 而不是我们的智慧跟能力 这是绝对真实的状况 为什么 其家不能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他的孩子他都教不好 而能够去教好别人的孩子 教好员工 不可能 孩子从小跟着他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受他影响 都不能给予好的影响 还要给别人好的影响 太困难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冷静看 现在所谓的事业很成功 很大的比例都是自己的福报 还有祖先的福报 而这一个企业团体 跟在他身边的这些主管 都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 那这一个领导者不简单 他是真正能凝聚人心 但是假如他事业做得很大 可是他的员工流动力非常的大 那代表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凝聚人心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可是为什么他事业还是很大 那就是他的福报 那不是他的智慧跟能力 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 能真正看清自己 相当不容易 我们心里想想 今天假如你是老板 有一个员工自杀了 是因为你的关系而自杀 你还想不想当老板 我心里想想 我五千万一亿 我多少钱我都不要了 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让一个人死掉 是吧 假如我们经营的一个环境 反而造成很多人在这里工作 想不开自杀 是这种钱我不赚 为什么 生命不是用钱可以换回来的 这些员工离箱被捡 到了我们公司里面来 我们要把他照顾好啊 就好像当一个大学生 当一个研究生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了 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难道不反思吗 我们当父母的人难道还不痛定思痛 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吗 可是这些大学生自杀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回应的 我们麻木了 我们被物欲给麻木了 只看眼前 只看虚荣 有一个官员当场反应 我们的大学生自杀 还没有超过美国 这什么话 这是一个父母官的话吗 这是有把指名放在心上吗 这不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不是有没有超过平均值的概念 是一个人跳下来之后 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 关心爱他的人 从此见不到光明啊 我们是用这个心境去应对 我们处理事情 绝对会把根源问题找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反应很慢 一个现象出来了 吓了 大家 哎呀 怎么会这样啊 哎呀 太伤心了 保证一个月之后又没了 人之所以麻木啊 就在于我们现在呢 都是以功力 以追求物质的享受 摆在前面 而不是道义啊 我们说出来服务社会 是爱这个社会人民 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孩子 全心全意教导他 然后去爱人民 这根本就不可能是成立的逻辑 孝经里面讲的 孝经里面讲的 往那个功力的人生方向在走 在走 这个话说到这里啊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讲话好像有点激动 哦 大家多多包涵 可能也没有顾及到大家的面子跟感受了 为什么 我感觉啊 这些问题再不痛定是痛啊 人类已经没法活下去了 人都不像人的时候啊 上天就要开口了 上天就要开口了 上天开口啊 很厉害喔 就会让所有的人了解一个道理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度 上帝开口了 上天开口了 就是所有没有尽到本分的人 都已经没有做到他当人的本分责任了 我们看所有的动物 生下他的孩子 尤其普鲁类 一般讲高等动物啊 都是尽心尽力把他的孩子 养育到有能力去生活了 才会让他离开啊 这是一种责任啊 那我们 教育孩子有没有把他一生应有的做人做事态度 都扎好了根 我们才觉得我们有尽了父母这个责任 所以 这几节课啊 我们跟大家 一直在探讨的 复词 指孝 我好像还想再讲点 老子中讲的这个别啊 是很有道理的 别呢 不是分别 不是高下 这个别啊 是分工 互相感激 互相尊重 互相扶持 互相成就 而师长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两个任务啊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 教育孩子 其实还不只包含教育孩子 包含整个 家人的生活 照顾 这个责任呢 远远大过于 经济的 这一个责任呢 它影响得非常深远 那男子 他 阳刚气啊 他很适合出去啊 闯荡 担负起这个 经济的责任 而女子 因为他又加上怀胎十月 这种同体的感受 我相信怀过孕的女子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诸位妈妈 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就说不上来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啊 我是想象的啦 这种同体的感受 一定是尽心尽力啊 希望把这个孩子给教好 所以母亲 生育孩子之后 很自然的去照顾好她的孩子 因为她还没有行为能力啊 三岁以前 这个动作啊 包含是非善恶的判断 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没有培养起来 那母亲 每天 这么细心的照料 呵护 陪伴 所以养育孩子的 这个重任呢 落在女子的身上 作为女同胞 女友归啊 就女子的情感 是很丰富的 她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男人 跟家庭 她的心比较安下来 是不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反应 好 这位男士 这女子没什么反应 大家知不知道原因在哪 蛤 哎呀来掌声鼓励啊 你看我们 我们的男学长们都是觉悟的人 就是很自然的 女子她情感比较丰富 所以她假如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男人呢 她的心会很安 女友归啊 所以为什么这女子都没什么反应呢 因为找不到可以信任的男人 这个叫恶性循环 好 那怪谁呢 别怪了 是吧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男人没有责任心啊 跟女人也脱离不了关系 你假如母亲很会教育孩子 那从小都是顶天立地 我们看范中淵的母亲教育她的孩子 长大之后 那个肩膀是扛起天下 扛起整个家族的兴衰啊 不简单 谁教的 母亲教的 当然 主位学长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指的是一般世间的人 所以 李秉兰老师说的 不劝人吃素 是不 那个不劝人不是说你不讲这些道理 大家会听哦 那个不劝人就是啊 你不要指人家 你吃素啦吃素啦 不吃素你完蛋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当然要讲道理讲讲讲 人家能接受人接受 不能接受 你也不要给人家压力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都是对缘分呢 看得清楚 缘分是强求不得的 得水到渠成 你现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人家工作好好的 来跟我们做吧 辞掉工作吧 结果人家一辞 父母睡不着觉 家里的人每天在那里担心 最后来找你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还 这个都 这个都包含在人皆好为人师啊 这个都没有设身处理 那个整个客观的状况 好 我怎么讲着来了 我刚刚是 我刚刚是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规制 这女子啊 她的整个特质 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男子 然后有一个家庭 她反而很能安心的 去尽心尽力去付出 为这个家 为这个家族 其实当她为家为家族的时候 就是为社会贡献啊 每个家的孩子都好了 这个社会哪有不安定的道理 正家则天下定理啊 每个家都好了 这个天下就安定了 好 前天 有一位 长者就说了 他说这个孔子怎么骂女人 不不不 不是这么讲 孔子怎么好像不喜欢女人 这么讲好像也很奇怪 大家知道是哪一句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个抽签怎么没有了呢 你们都答得很快 唯你子一小人 好 好 我们现在抽一个人出来 人家问你 孔子怎么不喜欢女人 你怎么回答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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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心理想 赶快抽到我 不要抽到别人 我有牺牲奉献的精神 有没有人是这么小的 哦 那就不简单了 功夫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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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能让大家做君子 然后我自己做小的 是吧 哈啰 有没有人要跟大家说一说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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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好像变成我抽你们 好像变我小人 哈啰 哈啰 我是各位同学嘛 43位 48 我现在 举手 他就有点好的 与自己 极有空气的 那女子的话 是讲女服 小人之子男服 因为我们没有受教育 他任何受教育 所以这样子 我们相信要 更谨慎 最难看下去 那甚至另外一个解释 也是说 女子伴子的 没有 就是没有 我到了学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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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 为难两眼 那可能意思是说 这些仆人呢 他懂的人生道理比较少 但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呢 他懂得比较少 我们当领导的人 我们当领导的人 我们当主人的人 也要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好 这个也是基因的 有一个长者 他请了几个保姆 这些保姆 这些保姆都是十几岁就到他们家里来帮忙 他都把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好好的教育他们 最后年龄四婚了 出嫁 都嫁到很好的人家 因为在他们家呢 懂事了 嫁出去了 那我们心里想 哇 嫁出去了 少了个工作的人了 这个就是私心了 嫁出去了 很好 他有个好人家了 这个就是能够有工心来付出 他们家这个保姆啊 好几个 都是他们调价完之后出嫁的 这个就是基因的 代肺服务 身贵端 虽贵端 齿而宽 这个齿里面也是包含的爱心 教育他们 好 这是一个说法 其实这一段话 讲到这里啊 应该再把后面那一段话要 接着念出来 会比较妥当 所以我们有时候引经句典 不能断章取义 要整个讲下来 下一句叫 静之则不逊 远之则悦 我刚刚说啊 这些道理不好讲 是因为现在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自我比较强 好恶很重 只要我们是男人 讲男人不好 心里就难受 只要我们是女人 讲女人不好 心里就过不去 好恶很严重 应该是说 我们是男人 讲我们男人哪里不好 我们赶紧好好来改过 提升男人 而不是起了这个好恶 跟惩慧心 那就 没办法长学问啊 心有所好要不得其正 有所分治不得其正 大家看哦 这个是唯女子与小人 男阳也 可是孔子又说 君子有三戒 少之子 血气方刚 戒之在射 是不 请问这一句是讲男人 还是讲女人 讲男人啊 是不是 对啊 那讲男人男人要反省 讲女人女人要反省啊 这样才对啊 圣人夫子不就是要让我们进步的吗 那怎么挑这一句出来 看孔夫子不顺眼 那这个就太不理智了 人要进步啊 最重要的要知过 改过才能进步啊 好 所以 少之子血气方刚 血气未定 戒之在射 这讲男子啊 特别容易犯的问题 好 当然 及其老者血气气衰 戒之在得啊 男女都一样啊 少之子血气方刚 血气未定啊 这应该比较是指男子 这个现象 好 而我们看 女子 与小人 我们在解每一句经句的时候 一意不一语 依它的意义 不是依这个言语跟文字 我们不要锁在 这个字就是指我 不要执着在这个文字上 比方说 我们看德语故事里面 郑连他们家一千口人 皇帝搬给他天下第一家 然后顺便拿了两颗水梨 让郑连拿回家族去 看看他怎么分这两颗水梨 给一千个人吃 他很公平啊 两颗水梨打碎 让汁渗透到那个大水缸 每个人要一碗吃 他的修养不简单哦 可是皇帝问他 怎么把一千个人治好 他说不听覆言 哇 诸位你同胞 你们还相信正联的话吗 所以人 这个要提升道德学问 这个好恶心不放下 很难 但是覆言 文字是女 妇女的话 这是表面的文字 更深的意理在哪里 更深的意理就是自私自利 只有私心不能为大局着想的人的话 这个就是道理 那我们男人假如心胸都很狭隘只想自己 那这个不听覆言就是指我们 以前男人强调的是要大丈夫有大的格局啊 不能小家子气啊 所以假如女子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她很难大局为重 所以养女儿比养儿子还困难 我们客观来讲 您觉得男人度量大还是女人度量大 女子讲的 那我们比较 比较没那么大压力 那不就对了吗 这是讲一个客观状况吗 不是对谁有意见吗 那既然是一个客观状况 我们当然要去改善去突破啊 所以女人难养啊 难教育啊 为什么 第一个 你要把她的这个小心眼转过来啊 第二个她以后是妈妈 以后是太太啊 对这个社会影响太大了 你不能不把她讲好 所以这个难养呢 里面还太重要了 太不容易了 要把她养好啊 那假如是转变那个习性了 那就也不容易了 而那个小心眼在哪里体现出来呢 孔子举了这个状况 跟她很亲密啦 近 关系很熟啦 她就 那个恭敬的态度就没了 哎呀 讨厌啊 她就 我就 那个尊重度就越来越低了 就会比较没有那个 那个庄严了 然后就有时候 不知规矩了 发号施令了 就可能就乱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一警觉到了 还是保持具体好 保持具体好 你一不理她了 你一不理她 她就埋怨你 私底下就骂 当初对我这样 现在还变成这个样 这开什么 埋怨了 所以这个是在叙述啊 就是我心胸狭窄 会出现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诸位男士 现在对照一下 我们有没有跟领导啊 还是跟朋友熟了以后 就不恭敬了 就这样很随便的 讲话都挖苦别人了 敬之则不逊 远之则愿 人家觉得我们会有事的 跟我们保持具体的 我们又在那里骂 想当年呢 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还不理我 这这个远之则愿 好 我再考虑一下 讲得够不够 圆容 不然可能 但是我们 待会下台来的 很多人都不理我 很多人都不理我 好 所以这个 对圣人的这些提醒教诲 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然啊 不然啊 我们还在那误会啊 还在那曲解 还在那批评啊 那真的是 圣人扶逆啊 愚者善全啊 天下之不祥 这句话跟大家讲过了吧 五不祥啊 有哦 有人说没有 正常 因为还没讲二十一次嘛 好 那我们 话又说回来了 从这里提 刚刚跟大家探讨了 那就可以了解到啊 这个词啊 是教育孩子 教育子女 教育男孩女孩哦 而且是教女孩 比男孩还难 还重要 好 诸位学长 您是生女儿的 请举手 请放下 恭喜你们啊 天下的安慰 就交给你们了 女人家操之一大半 而且要从小 扎好基础 大家要相信哦 出一个范仲淹呢 那一个地区就安定下来了 那个功德无量了 而范仲淹是 女子教出来的 妈妈教出来的 那之前呢 跟大家沟通到呢 父慈子孝 这个教育啊 这个慈呢 表现在 对孩子要有信心 再来 恩威并师 恩威并记 悲至双运 而悲至双运当中呢 第一个 重点 我们说君子物本 而这个教育呢 而这个教育的本呢 在长善就失 长这个善行 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进则退 没长他的善 他就真恶 没有说人说这一天啊 没进步也没退步 不可能 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进则退 而且先入为主 你不把对的交给他 他可能就学到错了 对小孩的教育啊 很强调仁爱心的培养 节俭态度的培养 而我们假如父母 不做出仁爱的行为 孩子每天看电视啊 可能学到的都是负面的 所以有一个孩子 一两岁的时候看电影 看到那个杀戮的场面 流眼泪啊 过了两三年 父亲又不经意 看了一下 孩子看到杀戮的 还是有点不敢看 可是再过一两年 孩子再看杀戮的呢 是边看边喊 杀 杀 杀 孩子的心每一天都在变化 我们是把他引到哪里去 所以掌善啊 同时也在救他的死 而我们有明白到啊 这个善心才是 教育的核心点的时候啊 就会有敏感度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动作 对孩子是什么影响 我们说这一句话 又给孩子什么影响 我们能有这个敏感度啊 就能掌握好 很多教育的机会点 好 比方 我们是当父母的 今天孩子考了一百分 拿考卷回来 是不是教育他的机会 是哦 好 他考一百分 我们会怎么跟他讲 哇 真了不起 能考一百分 那他就觉得考一百分很了不得 那他长得是傲慢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心到 成绩好的人 大部分都傲慢 他就是在无情当中 那个氛围 他就觉得考成绩好 就是我比较高 人家比较低啦 那他什么时候形成这个态度 就是在父母跟老师 应该引导他 对的态度的时候 没引导啊 他就长错误的啊 所以现在的现象是 成绩好傲慢 学历高傲慢 长得漂亮也傲慢 身高高也傲慢 是不是 我也是在这个社会成长 挺不容易的 小时候我又长得不高啊 初一的时候 还一百五十几个 我们还挺矮的 然后每天在那里 给我妈妈 妈 我怎么这么矮 因为我妈也不高 你看不懂事啊 还让妈妈觉得有压力了 所以我们 有没有关注到啊 孩子他的心灵 是形成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 还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要有这个敏感度 今天 当老师的考卷发下去了 成绩大家都看到了 好 这个老师讲 同学们 不是考试结束了 考试才刚开始 随时都是有考试 今天你假如考了一百分 你就觉得都是我自己的功劳 你已经考不及格了 你已经长傲慢心了 我们要了解 考一百分啊 那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啊 那是很多人的帮助啊 那是你那一科老师 心情的付出啊 你要感激他们 所以他成绩好 他是觉得这个光荣 要感激所有 对他有恩德的人 所以他长的是感恩的心 而不是长傲慢的心 他有能力的 我们引导他是极有能 物自私 我们有这些好的知识 好的能力的 应该主动的去帮助同学 他们有需要 这个时候呢 他不止没有傲慢呢 他还能够体恤 成绩不好的人 扩宽他的心量 那很可能 他就懂得那些 好好照顾他隔壁的 这一个同学 而不是瞧不起 他分数比我低的 包含 孩子自我检讨 今天你成绩不好 你能够真正把成绩不好的原因 找出来 是不是初心了 是不是临时抱佛脚了 是不是没有主动的去问老师 问这些懂的同学 是不是没有去好好学习 人家读书的态度 见仁善即师起 众去远以见机 那他就能够在这一次考试当中 找到他的可以提升的部分 过能改 归于五啊 你下一次考试不能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假如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成绩 那我们的成绩一定可以不断的进步 因为犯的错误下一次不会再犯 而这一个心态呢 会成就孩子一生对事的态度 而成绩只是他一次的表现 那不见得能够影响他的一辈子 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些机会点当中 去掌善去救世 那我们这个长辈呢 都有这个敏感度 就能掌握好每一个机缘 好 这个是 跟大家讲的这个物本 这个善心 这个善心 第二个 教育孩子的时候呢 很谨慎 甚于死 因为习惯成自然 坏习惯养成就不好改 第一次出现状况能够纠正 能够警惕啊 可能他一辈子就不会犯同样这个错误了 这我们曾经听一个企业家讲到啊 他的女儿常常看电视看到不吃饭 夫妻一看呢 不能让他这个坏习惯养成 继续这个样子 所以 两个夫妻啊就商量 今天呢我们一起吃饭了 把东西都吃完 不要留给他了 他每一次拖拖拉拉的看完电视才来吃饭 都有的吃 他就继续放任下去了 所以两个夫妻先讨论好 今天都吃完 然后冰箱呢也不放东西 让他呢也没东西可以吃了 所以讨论好了就真的 叫了一下女儿 女儿没有回应 两个人就全部把他吃光 结果等看完电视女儿过来 一看桌子上干干净净的 然后又去开冰箱也没东西可以吃 然后就看着他妈 然后叫了几声 哇 撒娇的声音 结果 他妈妈看看 他先生 这个时候呢 先生要以非常坚定的眼神 告诉自己的太太 小不忍 则乱大摩 这个时候忍不住啊 就前功尽弃啊 人家教训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该 该忍下心来啊 还是得忍 结果这个妈妈看完先生 先生很坚定了 接着就跟她女儿讲 明天早上就有饭吃了 晚餐没有来吃 明天早上就有饭吃了 啊 当天呢 就去睡觉了 结果呢 这个妈妈 其实也不怎么睡得着 在心里想说 女儿还在饿肚子 在那里翻来翻去 突然呢 女儿敲门 走进她们的房间呢 然后 露出很可怜的样子 她说妈我快要饿死了 结果她妈一听到呢 有一个冲动啊 要爬起来煮饭 煮东西了 突然要爬起来的时候呢 她先生的手啊 握着她太太的手 在棉被里面抓住她 hold down 她这个意思就是 面对敌人的时候 绝不能手软 是吧 谁是敌人啊 这个 女儿的坏习惯是敌人 这个时候你不狠下心来 那个问题不能解决 尤其 坏习惯就好像 人身体长病一样 越早处理 对身体的危害越小 越晚处理 危害越大 难度越高 所以胜于死 及早 教育很重要 所以她先生呢 也是事前做好沟通 做了很多心理建设 所以手给她拉下来 她太太就没有起来 她太太就没有起来 然后太太就跟女儿讲 明天很快就到了 结果孩子看没反应也就出去了 结果凌晨啊 差不多三四点左右 这个妈妈也怎么睡不着觉了 就先走出来了 想说先准备早餐给她吃了 结果要进厨房啊 还没开灯啊 恍惚感觉 厨房里面好像有人在那晃 在那动 仔细一瞧呢 是她女儿 她女儿饿得睡不着觉 已经拿着那个锅铲 在厨房里面等她妈妈来 可能这个女儿心里想 这一餐不能再放过了 所以她警觉到了 她以后就不会再这么放肆 这个是 甚于死 而这个甚于死呢 其实包含 孩子第一次说谎 第一次偷东西 第一次没带作业 第一次迟到 这些种种不好呈现出来的 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点 让她得到教训 然后啊 以后不会再犯 这个都是啊 圣与死很重要的 包含 之前也跟大家讲的 这不止对孩子是圣与死 是 赵匡胤当皇帝的时候 她的母亲杜太后 抓住了这个最好的机会点 不只教育了赵匡胤 也教育了她所有宋朝往后的皇帝啊 谁不知道 杜太后 当着 儿子登基的时候 给她 非常 严肃的教育 你好好做 还好 你做不好 比平民百姓还不如 还要被人民给推翻掉 那孩子就记一辈子了 尤其那个时间点 当皇帝登基高兴的不得了啊 得意忘形怎么办 不得了 还好 不得了 和我不要 勇人 啊 不得了 等这一会儿